马路边人车来来往往 警车不断鸣笛 民众直击远警压制住一名男子 警察好帅 路边民众不断喊着警察好帅 只见带着墨镜的警察 奔跑回到警车上 民众将整段画面 PO到网路上 网友们肯定远警行为 保护民众 刚开始有很烫 从那边追到这边几秒钟 就抓到了 警察伸手很快 好像戴墨镜来看不出来 就蛮帅的 他的行为就很帅了 这情境就发生在桃园杨梅的 浦星市场旁 二十五号上午九点多 许多民众出门买菜 目睹这段惊险过程 原来遭到压制的料性男子 是诈欺通气犯 卢主远警掌握行踪后 在杨梅浦星市场前 结果发现对方正准备 骑着摩托车离开 远警随即将警车停在路边 拉下机车 并且上前将人压制 本案经询问后 移送信北地见 两位平时工作认身负责 好爸爸是同事眼中的优秀榜样 远警切而不设 抓到通缉犯 民众出门买菜 直击逮人过程 警察帅气模样 也意外掀起讨论 特别新闻林志伟杨琪 桃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